发火他们的下路 最近也没有在玩嘛 所以说他这边 还是自己搬掉 最后搬了一个奎英 还有一个天使 是的 鳄鱼 Refone这边一选鳄鱼 仍然是一个非常强势的 一抢的选择 鳄鱼在小组赛的 选率已经明显地上升了 很多队伍都会选择一抢 而且来到小组赛之后 我不知道你们两位 有没有发现 就来到小组赛之后 其实鳄鱼这个英雄的胜率 是明显提升的 之前在入围赛 也有很多队伍一拳鳄鱼 但胜率往往 没有那么的舒服 就这个时候 就只有艾克吧 是吧 我这边选了一个卡莎 加一个蜘蛛 反观这边是拿了一个 塔战的拿手聚合 一个炎雀 加上一个泰坦 是的 这边位应该是不会拿吧 你打野蜘蛛已经锁下来 现在位的话 感觉如果打线杀 或者辅助 都不会特别好的选择 但是他们是G2 但是他们是G2 有可能好吧 还是换了 还是算了吧 想了想确实有点过分了 对 毕竟对面是格里芬 后续一个中规中矩的 女毯的选择 能够帮助G2的下路线上 提供一个稳定性 格里芬现在要开始 搬中上了 上这边炎雀 还是有一定摇摆性在的 也不一定就是给这边 打野选手拿的英雄 是的 还可以给超比玩 是的 塔战这名选手 确实在RUNK中 包括在比赛的一些使用英雄的熟练度上 对炎雀这个英雄还是情有独钟的 是的 这边霞直接搬掉了 看一下格里芬这边要不要针对一下 就刚刚亮过的克裂 其实我觉得会是一个比较好的选择 或者是纳尔 纳尔在打一个 鳄鱼来说也是比较有优势的 卡牌大师 这边是巴黎和卡牌 还是比较忌断这一手 卡牌大师搬了的话 那这个塔利亚 是有很大概率会摇去中路的 因为中路的话 塔利亚就很怕卡牌兑现 因为塔利亚的优势就是在于 他推线去支援 但是卡牌就是能在后推线的情况下 跟得上你的支援 跟塔利亚基本是同时到的 是的 即使在先被推线 先被推线的情况下 还是能先到 还是能一起到 这边看一下 最后一手搬人 格里芬这边搬掉了船长 这边限制到了一个EZ 那其实格里芬这边选择不多 但是Viper他是很喜欢玩接轨下路的 G2边整个手发条 这个发条感觉就没那味 对吧 G2的选人感 就闻起来了 你没有感觉吗 下路都直接亮卡沙了 毛哥现在应该不开心了 对吧 没那味了 笑不出来了 来 盘上格里芬这边 卢西安 卢西安加泰坦 那这个下路 够业 要打起来了 要打优势的 要打起来了 因为他上路是已经亮了的嘛 如果下路再拿一个这样的英雄 中路这边其实比较好的后期就没有了 那这一把的话 我觉得塔利亚去打也很好啊 直接选一个能打发条的 是的 就找个那种带点控的 直接把发条抓到死就行了 因为其实这个英雄真的很明显被抓 还是要 中路鳄鱼中 来抓发条了 这鳄鱼跟这个 盐阙的一个技能接下 其实就挺像之前潘森盐阙的一个combo链嘛 就有机会秒的 好 这边拿一手刀妹 现在上中两路还是没有确定的 我们看一下 G2这边要怎么选择 奥恩直接锁下来了 这场比赛 G2拿的阵容可以说是很不G2了 有点不像是他们队伍能拿出来的阵容 太稳健了 对的 对 但是他这个阵容只要拖到后期的话 我觉得凭借阵容优势 他们是可以打赢的 因为毕竟有奥恩在 每个人天然多一件大装备 这样的话 看这个分路情况 应该大概率是车尾这边操刀一个女刀锋 去对阵CAPS的发条 女刀锋这个英雄在前期应该说 还是要被发条压一定的血量的 就我感觉格力分拿的阵容就很格力分 他们就是控制不是很多 然后每个英雄都很吃操作 所以他们忽略也不是特别的高 但就是看一下他们能不能打出来自己的一个节奏 因为他们这个阵容其实我觉得 就是要在前面拿到一个比较大的优势 要在中期的时候结束比赛的 是的 就包括这个 其实就像在赛前咱们说到的 Gryffinders的队伍 他们更多的是跟随着Tasson的节奏 那既然要跟随打野节奏 就一定要跟着打野走 跟着打野走的首要目的是什么 就是要有线权 我们仔细看一下Gryffinders这边阵容 其实是各条线基本都是强势对线 除了女刀这边可能有一点的争议 但其他路都是能够尽可能的保护住 Tasson这边的一个打野节奏 包括入侵节奏的 那这样我们也是等待一下 马上进入这场比赛 这边有泰坦还是打得更主动一点 这边也是留了一个眼 上面这个奥恩的位置 会不会有点危险的 直接让开了 我G2这边下路也是进到了 格里芬的红区 是的 互换了一下野区 其实这波互换没什么关系 对 但是格里芬这边 没有选择去对面的红 开还是回来了 对 塔利亚这个英雄 还是得队友帮忙开 自己要开的话太难了 我好像是准备配合鳄鱼 所以进去把蜘蛛的红给反了 这个位置还不走的话 要来了 而且也在G2的红区 放了两个眼 基本上这个红是 确保能拿下来的 是的 这边的反红应该说 G2这边也不准备 有过多的抵抗了 对 峰回路展又回来了 这波反红反得很好 因为知道奥恩这边一级 完全没有战斗力 本场比赛 KI上校给到的阵容强度曲线 全线看好G2的阵容 而前期的王亚双子星 分别是给到了Viper和Caps KI上校是不是 没怎么见过塔利亚这个英雄 KI上校感觉 也没太见过鳄鱼这英雄 他可能是感觉 这边发挥就更加难一点 Caps 有个眼看到了 是的 他在这边 无级的发调 感觉没有什么作用 但搞了一下 还是让他在这边 断了一定打野的节奏的 是的 断了一圈 戴着蜘蛛没有选择进去反这个红 自己也没落多少经验 只落了一个近战兵的经验 还可以接受吧 这波Caps 这波主要是要确认 这个塔利亚 有没有反这个F6 是的 我还留了一只 给好兄弟留一只 上路这边过来 是要被事业发现的 应该是抓不了的 是的 弯断直接往后撤 这边Caps被溢到了 自己有点危险到 好在Yankos就在后面 蜘蛛很 这个 刀妹很灵活 直接穿走了 是的 抢到了 Wan的这个大石头人 很亏啊 同时周路也被网到 超位这边被打一套 虽然掉的血量不是特别多 羊口子这边好像是过来 帮助Caps推一波线 然后在发现 对方打野动向之后 直接入侵到了 蓝色方的红区 难受了呀 这波塔战 对 塔战现在很亏 他连续上路 这波石头人被抢 他想加上自己下半野区 钻石还是过不来的 不仅打F6被骚扰了 石头人也被抢了 重点是石头人爆出来的小石头 也不敢打了 那个时候 亏了很多经验 这样的话 在野区的对抗上面来说 G2这边要略胜一筹 对 而且这个也是我刚才想说的 其实炎雀这个英雄 因为我平时玩打野玩的不多 艾罗莉平时玩的可能比较多 炎雀这个英雄 就我的理解来看 他如果想压制对方打野的话 更多的是依靠发育上的压制 或者说自身装备的压制 去来压对方打野 看一下中路日波 已经能拉两个很漂亮的 但就目前他赞这个发育的话 其实在野区真的遇到羊口子 其实他自己是比较难顶的 是的 而且塔利亚这英雄打蜘蛛 本来一打一就不好打 能配合队友来累积自己的装备优势 是的 塔利亚这英雄如果说 你没有装备上的优势的话 可以说打野非常的糟糕 这边下路没有机会 下路这边硬是空掉了 自己过去了 换了个闪线 感觉几乎这边上的 还行吧 换了个闪 换上 好的 这边又是来到了 我们熟悉的 OPPO回程时刻 OPPO Reno Ace 超级玩家 65瓦超级闪充 充电5分钟 开黑两小时 满血满电 即刻上线 这直接上路二人组了呀 两波干扣失败之后 直接来明着过来 打渡城 打爆破了 肯定是要二人组了 打出一个红路可以接 哎呦 没有接 这波配合上 就在后面 配合上有点小失误 如果这波鳄鱼接一个红路W的话 他然是可以把这个 奥文打出一个闪现的 是的 杀的话可能有点难杀 毕竟血量还是很健康的 哎 Yankos这波有机会啊 来的时间很好 Soul的这边 E技能已经交过 闪现 躲过蜘蛛的节俭 后续蜘蛛1 E技能飞天过来 想要留 再闪现跟Q技能 配合W技能 非常漂亮 这波节奏 掌握的 这个时机抓得非常好 刚好抓到 他在就离开的 一瞬间 快抓过机会 这波线比较深 可能鳄鱼的一瞬旁边 也没有来及撤退 没有视野吧 上野两个人交出闪现 拿到了Soul这边的人头 这边这个闪现 已经交得非常快了 但没有办法 自己的E和闪现 位移用完之后 只能被活活追死 对 那这波 其实格里芬挺难受的 因为毕竟 保了这么久的 一个鳄鱼现在 反而是被杀掉了 而且奥文这英雄 一旦有装备上领先的话 其实鳄鱼这英雄 并不能对他有 更多的线上压制力 是的 而且刚刚还有一个问题是 刚刚塔利亚 在上路那波 不算是宝 反而是把鳄鱼的经验 给吃了 这波奥文经验会先倒溜 那这样的话 鳄鱼在塔下 可能会被月塔 这边好像上当了 这边叫阳过来一头 撞到了 蜘蛛要跳起来 很完美的一波月塔 这个时候 它是没有闪现的鳄鱼 那等于说 这边的经验会亏很多 完了呀这边 感觉这场比赛 如果说 Griffin这边不对 鳄鱼这个点 后续有更多的支援 或者说资源倾向的话 那这场比赛 鳄鱼这边好像游戏结束了 波斯沃的好像是 想过来这边放个眼 对的 对 感觉到了也是 闻到了一股蜘蛛的味道 这边虽然说 大路技能拍到了蜘蛛 但蜘蛛这个英雄 第一时间被拍到 其实问题也不大的 从路这边 抽位虽然压卡布斯压得很凶 但没有什么太大意义 现在在上路这个对线 完全没法合在奥恩队了 而且鳄鱼崩了 会连带着塔战一起崩 因为塔战这把选出来 就是配合鳄鱼来 上路一个养爹人的 不管是谁拿人头 把鳄鱼或者塔利亚养起来 都可以 但这把上路崩了 就没有这个机会了 只能往下来抓 但是这波好像 也不是一个特别好的机会 女坛要只持上来 太坦是没有闪现的 蜘蛛直接网到 直接秒杀 这边虽然抬回了女坦 但女坦这边血量 还比较健康 看下凯克斯这边吃了一个大招 自己血线比较安全 还好旁边队友过来了 不然感觉超越直接上去了 因为这个时候 发条的蓝量不是很多 而且他爆裂魔杖没有续航 这种局面 感觉Griffin大势不好 看一下这个经济差 三个红色的遥遥领先 对于Griffin来说 拿出这样的阵容 还是希望在前中期 能够拿到一定的节奏 或者说优势的 看一下凯克斯这边 交闪现交的也很果断 对 而且这个时候 格力芬的一个野斧 位置比较深入 正好旁边D2的资源赶到了 这个时间点 只要是人数对等的话 G2肯定是更加优势 他在这边来了 不抛弃不放弃 弯弹这边 机会找得很好 不太好走了 杀了 没有闪现的 完了 如果看一下人头要给谁 经典连招 还是给到了 他在那边拿下 前面刚说完不了 现在又能玩了 这波只要打完的话 那他在还是可以 一直来上路 兄弟要来帮呀 对吧 兄弟只要来帮 兄弟就是兄弟 是的 主要现在这个奥恩 没有闪现 感觉盐区找个机会 就可以来上路看一看 因为毕竟这边鳄鱼 是一个稳定的控制 第一条龙 土龙 看一下蜘蛛怎么直接开 这个时候盐区还在上半区 感觉是有机会拿的 这个土龙是可以拿的 但已经被视野看到了 我们看一下 刀妹的位置 抽位这边 比小龙坑还是比较远 同时兵线 好像也压在中路一塔前 所以说这波 这个土龙应该是放掉了 发条推线还是比刀妹要快的 上路虽然说是被杀了两次 被抓了两次 但是补刀上面还是领先的 是的 领先了二十刀 还可以吧 上路现在应该能玩了 就前面这两波杠格 还有效果的 索尔的这边是选择第一剑出黑切了 这个装备包括发育情况 其实是不太支持他第一剑 像其他的鳄鱼那样 直接出龙刀的 就好久不见 对 真的很久没有见过第一剑 出黑切的鳄鱼了 也很久没有见过奥恩了嘛 对吧 但没办法 都很久不见 这把不允许出 有点崩 对 确实等到 他憋大剑出来的时候 这个奥恩指不定什么装备了 是的 他好在就是像埃罗莉刚才说到的 其实上路这边 补刀还是有一定压制的 如果说真的让奥恩这个英雄 顺利地去补刀farm的话 那我们看一下 Gryphon这个阵容 其实是没有什么太多 能够处理奥恩这个英雄的点的 是的 可以想象一下 到20分钟那个时候的团战 奥恩一个大过来 只要大到两三个人 那波团战都是毁天灭地的 对 不敢笑 这画面真不敢笑 这个很难打 真的 哎 周围这边 中路 干着急使不上进 超伟挺稳的 直接先摸了一个隐磨刀出来 是的 对面中也上一拼 换线了 这边先锋要刷新 想先上去控一个先锋 是的 这个时间点还抓得挺好的 因为这个时候蜘蛛就算在下路 小龙前面已经打过了 在下路已经没有意义了 双上路 对 确实是一个挺好的时机 因为现在他们其实找不到什么很好的局面 把局面打开 对 而且这个先锋 其实我们可以完全可以推测出来 Gryphon在拿出这个阵容的情况下 他们已经心里有预期 就这个先锋 我是一定要拿的 是的 所以说这一波换线也是情理之中的 我们看一下蜘蛛 这边又来了 来 奥恩直接叫杨清线 打到清线 这个清线的效果感觉也不是特别理想 看起来他这波要不要直接走吧 毕竟颜鹊也在附近直接开了先锋 下路这边鳄鱼也是很懂 直接让过位置 两边 这边比双刃拉到了 看起来发条又原地大 拉了一下往后跑 像猛冲触发了 这位蜘蛛来到了这边 异技能调天 反身刀妹这个大招 大动的发条 有机会杀一个Q最后一下 平A能不能A出来 还是A到了 这波小兵也很多 是的 超越这边操作也是非常非常自信 刚刚我看到这个发条大招 刚好撞上了刀妹大招 可能也是有点小预判吧 这个大招 这个一塔还是由击兔的下路拿到 对 就颜鹊一个人单刷先锋 还是挺慢的 看一下上楼这边的塔 没有急着推 反而是吃掉了很多的兵线 这边奥恩很难受呀 玩到这边 本来一开始开局的时候 觉得这场比赛 可能是为所欲为的局 但到现在发现不太对 很危险啊 所有位置已经加完了 最后直接被沿途抬死 是的 没有什么特别多的办法 那这波塔站的先锋可以不放了呀 看一下直接撤退 也知道G2的人多赶过来了 对 就感觉格里芬没有急着推这个塔 他们想让塔吃更多的兵线 但感觉刚刚应该是有机会推掉的 因为一塔已经被G2这边拿到了 走了 经过这两波的调度 格尔粉是把前期的一些小劣势吧 慢慢搬了回来 现在双方的经济基本是一个军事 也塔站这边舒服了呀 对 拿两个人头 再看一下刚才这波 第一视角操作 崛起来了 是这个大招刚好预判到了 发条的闪现位置 很秀 G2这边把下路组合换上来 继续去吃上半区的一个塔皮 这个位置奥文有TP 所以卡莎也是比较大胆的 在塔下一贼塔 格尼粉这边是五个人 都在上半区集结了 好像是想动一波上路 但是动不了 没有啥机会 上路的视野都被做满了 而且其实对于G2来说 这个阵容也不是那么的着急 相对格尼粉这个阵容来说 G2的阵容是更偏后期的 这个咱们在阵容选出来的时候 埃罗里已经说到了 所以说对G2来说 只需要稳稳地沉住气去发育就可以了 是的 他们只要稳着打 等到奥恩不断地给队友发装备的时候 就会越来越好打 对 而且等到奥恩这个点 不断地出到装备的时候 其实真的是很舒服的 因为我们看一下 左边这个阵容 除了塔赞之外 是没有AP输出的 基本是一个半唇AD的阵容 怎么想动手 左右两边都有人 感觉到了 这边过来 没有选择出手 而是选择配合这边Caps 推一下中路的防御塔 吃一下肚子 这边直接给大招了 有助两看一下奥恩这边 大招反身没有撞到任何人 两边应该还是打不起来了 互换一波大招 对 第一线留一流的挺好 但是泰坦没有跟上 而且上面这边呢 卡莎是在拆塔 不是 卡莎这波 卡莎这波是让小兵把塔吃了 呼吸上当了 这波没拆也没手 就是让小兵把塔吃了 这波是为了不给格里芬 这边吃到塔前 对 细节让小兵把塔没掉 那就是在这边吃兵线 是的 这条封龙 看一下格里芬想不想要 如先是没有TP 那这波封龙大概率是让G2给拿了 可能封龙也没什么欲望想要 是的 别让 这种属性的龙对于土人分来说 欲望确实不大 对这局也没特别大的影响 但G2还是得拿掉 这龙不拿下一条永远不刷 因为G2是拖后期的阵容 是的 就拖后期阵容 你多拿一条龙总归是好的 总比没有好 再条土龙来了 不用特别考虑断节奏方面的问题 再条龙五分钟之后 会刷新一条土龙 下一条土龙的时间点 其实对于G2这个阵容而言 他们的选择就非常非常多了 是的 他们可以接也可以不接 那个时间点 他们已经有足够的战斗力 来打这波团战了 但如果他们还想再往后打 让自己的团战胜算更大 那他们接得拖 因为他们已经有一条土龙了 所以这个土龙 对于格里芬来说是更关键一点的 他们肯定是想来打 因为他们这个阵容协盘 那个时候打架能力也是很强的 是的 很稳啊 G2这边知道自己后期阵容 这个塔也不着急来点 这边黑切卢仙了 很少见 也是感觉到 想要快速处理一下这个奥恩了 想把节奏拉快一点 因为如果是出西兰刀 然后无尽的套 可能要把战局更往后拖 但如果拖到那么晚的后期 你那装备也没用了 而且他没有什么输出环境 对面有个发条手太长了 是 先锋这边照出来 配合着所有的这边 想要拿一下下路防御塔的血量 看一下 这个塔推其实是比较难推的 但弯在这边 比防御塔稍微远了一些 还是不敢松这个塔 对 不太敢摸 你放先锋 翘翘看看旁边有没有人 但这个位置太坦了 直接被网到了 大刀直接给秒了 大刀这样之后直接秒掉 看一下下路这边 先锋直接打掉 从这个塔 看一下怎么守吧 那这边出问题来 要看一下刀 刀妹赶的速度 还没有过来 而且那个位置被蜘蛛卡住了 这边抬到一个女坦 但女坦自己是比较肉的 在开启大路之后 胖性是足够的 这边又网到了 刀妹这边被蜘蛛黏住 怎么说是你要闪过去吗 直接被卡在这个石头缝里面 很尴尬 但就算被卡住 Griffin现在在 没有人跟上 对 没有办法上 很赚啊 而且是把下塔守住了 也把别人的中塔给推了 小蓝想要继续抓 这个姿势往都能往到吗 天哪 看下女坦这个位置 能不能跟上控制跟不上了 很稳 没有接着上 水银鞋很关键啊 是的 毕竟日女这波没有大招 不然这波感觉要出事了 是的 其实我刚才在想 就下半区我们可以看到 Griffin这边是频频 被姬土找到机会的 姬土现在是集合下路双人组 去拆掉Griffin的上路一塔 就在下半区这种 频频找到机会 也明显可以看到 每一波基本都是蜘蛛卡视野 去抓到对方的辅助 或者是下路 这种视野上不空的缺失 Griffin这边 其实之前在他们比赛中 我印象中是比较少见到的 是的 他这一把 可能是视野做得比较少 被埋伏了几波 这几波被埋伏真的很关键 对 像这波中路辅助直接死了 掉个中塔 然后上路这波 中单又被蜘蛛给埋伏到了 又被网到 又掉一个上塔 这两波打完这两个塔 就等于G2白拿的 对 现在格里面三个一塔 都已经掉了 他们现在视野压力贼大 而且要找机会 可能要依靠延确的这个墙 但奥恩这边还有机会 把一个墙直接撞开 所以就等于说 现在有点僵住了局面 要看一下这个土龙 两边要怎么部署了 是的 土龙 还有两分钟的时间刷新 包括咱们在赛前 其实说到的 就Gryphon这个队伍 他们更多的是 依靠他的这个点 去起节奏 去带动节奏 包括找机会 但这场比赛 我们看一下 他的这个点的发育 其实真的是 有点回天乏术 在前面补充完两个人头之后 发现G2把节奏 直接拉满之后 可以看到格里芬这边 也是和上一把一样 没什么还手能力 是的 那本场比赛 由OPPO Reno8 带来的OP选手 是G2的Yankos 这场比赛Yankos的发挥 尤其是在前期 对于上路Sword 这边鳄鱼的针对 可以说拳拳到肉 是的 而且他的几波 跟着队友一起埋伏 也是埋伏得非常好 好 这边Wonder 好像意识到了 有开车吗 他这样的开始还没好 那没什么机会了 如果这边有开车的话 可能能逼一个散线 可以试一下 对 Wonder这边毕竟还是皮糙肉厚 感觉Gryphon这边胃口 也不是说特别好 而且超卫这边出装 出得很稳嘛 他现在的一个三项 时间会被大大的拖后 就换句话来说 Gryphon下一条 也就是说46秒钟之后 这一条土龙 其实Gryphon的作战能力 没有咱们 之前想象的那么高 对 我是感觉 他的三项做出来的话 而正面是可以打一打的 而且这个时间点 甚至G2的战斗力 要更加强一点 Gryphon 鳄鱼直接开大招 想留ADC Pers的威胁很危险很坛 红路晕 直接晕住 再接一个Q收掉 这一波的话 感觉是Pers 他自己的一个失误了 旁边没有任何的队友 他的战位是有一点太过于 而且他是有闪现有大招 加上治疗的 其实我觉得完全可以 就散出这个大 但是有一点想省技能了 而且也想吃那个三郎 这边他战的节奏 还想接着来 Wander这边 还是刚才那句话 他的防御装出的是非常非常多 这条土龙 毫无疑问 是由Gryphon可以安稳拿下了 可能让了 有点搞事了 Pers 这波如果不搞 这条土龙 我感觉Gryphon根本就不敢接 只要奥运把这个路口站住 根本就过不来 对 而且他们的兵线压力会比较大 就一旦这边G兔把兵线推出去 他们是可以快速把这条龙抓住掉的 但Pers刚才这个行为就是在告诉我们 不论我们阵容拿成什么样 G兔永远是G兔 确实是一个G兔的 对吧 确实他也有可能是感觉 把这边视野排空 在这边漏掉了一个 而且他觉得能走过去这个墙 对 不小心被卡过去的 他就是觉得能走过去 不然早就要闪现了 对 就有点贪技能嘛 而且他我估计第一时间想的也是 这个墙可能后面会跟人过来 然后刷一个大招 可能就直接可以接大招被移出去 但没想到第一时间是没有任何人过来 我现在这个节奏 还是牢牢地握在G兔的手上 因为G兔他不急 他这个阵容只要一直往后拖 随便打 换句话说就是这个阵容在 一旦说比赛时间来到中后期的时候 他的容错率是要比Gryphon这个阵容高很多的 只要不掉这条 只要不要送一波团灭掉这条大龙 G兔这把应该稳了 而且下一条龙仍然是一条土龙 本场比赛 这已经是刷新的第三条土龙了 这种情况 就是下一条土龙 不管是哪一边拿到 双方开团或者说接团 应该说都会打得越来越谨慎 而且奥文现在死二级 已经慢慢开始分装备了 Yankos就在后面看下 超围这个位置有点危险 被捷捡网到 双方都亮TP 叫杨过来 这边 发条这个大招 直接直接拉死那边的超围 后面鳄鱼下来是收掉了奥文的人头 正面卢仙来了 逼了蜘蛛的一个闪现 这边闪现直接跟蜘蛛开了一个秒表等着 怎么说 还是被鲁鱼收掉了这个人头 闪现过来一个鲁鱼 控住了卢仙 后续的话 Perce带走了viper 那鳄鱼自己的位置也很危险了 走不掉了 那被Perce收掉 相对来说 两边的支援速度 还是要G兔这边更快一些 虽然说viper这边已经用计划 怎么还想动手 鲁鱼直接绕到后面一个一指道的辅助 直接秒掉之后看一下他在能不能走 Perce想不断地往前走 还是没什么机会 这边女坦大招感觉落地的一瞬间 泰坦就化掉了 因为泰坦这把装备真的很差 对 这一个眼神 而且我们看一下G兔这边双C的装备 伤害是非常非常高的 下落刚刚这一波 其实抓到一个挺好的机会 那看到奥文没有蓝了 对 奥文这边确实是很肉 即使说触发了这边征服者 但还是没有什么特别好的机会 同时霸桥直立下来 直接拉大招 拉了两个还是很关键的 Sword这边过来 虽然能够收掉弯道的人头 但后续也没有什么特别多的作用了 因为他不是出龙刀的 而且虽然Yankos这个蜘蛛开了秒表之后死掉了 但还是为队友拖住了时间 让队友赶了过来 时间拉死了是不够多的 而且由于G兔 就他们的经济是优势嘛 他们正面作战能力也更强 所以说他们支援的位置 相对于格里芬来说更好处理 这边是真的 后面这波我感觉就没太大必要守这个塔了 其实可以走了 真的被放血 就一秒钟这人没掉了 对 其实可以走了 看一下这边是该上校 给到的实时胜率曲线 G兔这边 胜率来到了8成 我是感觉现在格里芬有一点点 进入G兔的节奏里来了 格里芬说和说好的不不一样 不太一样 你说好的前期节奏快呢 怎么和我拖起来了难受 经济曲线 现在这个经济已经拉大到了一个 3400左右 是的 这场比赛G兔选这种阵容 不光是观众朋友们可能意想不到 包括解说意想不到 连格里芬这边也是意想不到的 但是说这个阵容 3000多的经济差 让我觉得已经有1万多的经济差的感觉了 对 就很难被翻的阵容 对 很扎实嘛 奥恩这边已经开始发装备了 给中路发了个大炉灯 就是看出来这个时候跟谁关系最好 先给KF发一个 自己已经发上两个 奥恩这个英雄改版之后真的 如果上路没有特别大的压力 特别特别适合比赛 是的 只要往后去拖 感觉就心里很安稳 队友心里很安稳 对面很慌 我们看到G兔这边 已经在利用优势的一个情况 来布控大龙区的视野 虽然说视野没有特别深入的 布置到蓝侧方的蓝buff野区 但这点视野感觉也已经够了 现在开始挂大龙 大龙得快这个阵容 Griffon这边第一时间是想试探 时间没了 没了呀 大龙就挂完了很快 是的 他现在对我所见命中了 跟RP还是很稳的 没有直接飞上去 是一千掌一致吗 但中路的兵线来了 这个二塔感觉要怎么守呢 奥恩甚至可以开大批塔了 待会儿 对 颜鹊这个位置 应该是想要封路的 但是没有什么太好的机会 封路二塔也白白让掉 怎么兵线有点少 颜鹊封一下路 把兵线折在外面 我感觉这首奥恩是G2专门为了格里芬来准备的呀 因为感觉就是他们其实对于颜鹊这个英雄的一个可望度真的比较高 然后奥恩就是对吧 你大招过来我撞开 那我这边人还可以过去 而且说奥恩你知道你格里芬喜欢打上野 直接选个奥恩抗压 你来的话我打野只要过来稍微帮一帮 也不会这么难受 对 因为奥恩这个英雄他就是那种 我不需要装备啊 我12级之后还是可以照样给自己搭的装备 然后13级开始给队友艺人发一个 就很舒服 是的 现在这种局面对于Gryphon来说已经 可以说一只脚踩在悬崖边上了 而且G2也很稳啊 完全不给机会这条土龙刷了 先来拿土龙 没有选择直接推塔 这条土龙 格里芬不想让的话要出大事 这条龙好像只能让 还是想打 觉得不打的话慢性死亡 绕过来抓PERS PERS很危险 一个人 现在这边 这个位置走过来要被看到了 而且后面有个SWORD在绕后了 女坦大招配合着奥恩大招 奥恩大招抬起两个人回去派克斯 直接进场 看他这边打招直接封掉了 但正面的话感觉格里芬还是打不过 第一天先杀了一个女坦 正面的话是一个5打4 或许这边还很顶 但正面的队友已经把它卖掉了 看了一个秒表等着 之后还是被发条 收到这个人头 剩下的三名队友 再往反方向逃跑 这个位置应该是一个人都跑不掉的 都跑不了了 一个西空锁地空掉了 不过没关系 一个AQ直接收掉 开启水银刀 他只能找到 奥恩 一个G1掉了 完了 完了 塔斯坦这边也没有任何的办法 奥恩 弯德尔是收掉了塔斯坦的人头 对 这波只有一个超位 找到的溜之大吉 算是活了下来 但是正面 这个队友都没了 但下路这个高地啊 高地 嗯 卡普斯这边我没看错的话 好像是磕了药的 这边拆高地的速度 应该是比较快的 是的 磕了一个大懒药 对 下一波兵线来了就没有了 我一波应该不好一波 这个高地塔是可以拆掉的 对 但是我觉得要撤退了 稳不稳 这个时候在留恋的话 就有点给机会 哎 卡普斯在犹豫 还是想浪一波 到底要不要快乐一下 散了散了散了 等一下中路兵线吧 稳一手 中路 这边 队友带大龙巴斯的兵线过来之后 马上 中下双C 转中路 破掉中路的高地 这场比赛 Draven 感觉已经回天乏术了 仰来 直接叫大招 帮助队友 拆掉中路的水晶 把鳄鱼这边大招拖过去再打 其实可以 但你这边的满动大 有机会 弯到这边 无法被控制 后续再交闪现过去 后卫这边 感觉自己已经走不掉了 这边瞄一下 鳄鱼在后面虽然是个满动大 他没有大了呀 感觉也不是很敢进场 上一波把秒表用过了 泰普斯这边 拉了一个大招 虽然说空掉了 但也能够帮助队友 起码一堵 选择五人回城 PUS这把装备太好了 刚可以看到 飞上去A这个tory 直接两三下就A死了 对 这边要出无尽了 因为没有装备 让他来打 这波是上一波的回放 这波鳄鱼也很尴尬 SWORD是 一开始想绕 绕这个PUS 但是 前方的队友被扬开起来了 这波为了躲块条大 这边隔离朋友交了两个闪现 第一 鳄鱼 对 走半天 总算进场了 但是进场的时候发现 队友呢 队友都溜掉了 是的 而且第一时间 VIPER这个血量 已经被飞进来的PUS 给打残了 VIPER这边基本是 不存在任何的输出可能性的 上路这边 G兔仍然是稳扎稳打的 排一下视野 看一下 找机会要进行上路的推进 大龙拉夫的时间已经过去了 这一波G兔两个人 中野都是有保命技能的 上路这边比较肉 所以现在唯一突破口 可能是在这边的卡叉身上 卡叉有一个水银 感觉现在格里村 其实真的很难找一个 G兔这边的缺口 找不到一个开团的目标 没有谁特别好开 对 而且就算你开到了 只要这个羊反手也很难打 而且这个羊要直接先手开团 一个顶没有顶到 又是顾忌重拾 劝退 然后来擦一下塔 看一下 炎翠这个大招已经封掉后路 后续弯的一技能 直接是扣到一个安全的位置 不敢上 这边发条的球 只要放在前面 格里村就很难进场 就其实这边的封后路 只是假装封一下 其实是低头这边人不想走 对吧 这边的上路的水晶也掉了 你看一倒的蜘蛛 其实都不是很敢上 蜘蛛这边还有一个 下路是没有高地塔的 应该要选择五个人 直接下路水晶 三路 弯德尔现在大招 还有一段时间才能好 但也不准备等了 蜘蛛蜘动了 日女想开 看一下要开谁 直接止住这两个人 瞬间融化 八条大招 配合巴克斯这边进场 瞬间融化掉了对方两人 同时巴克斯后续的输出 又收掉了抽位 现在 Griffin只剩下两名队员 看一下蜘蛛这边 从后面 八条直接闪现一个Q倒 开出个秒表 自己没有死 把两个人赶回泉水之后 好像要一波了 那本场比赛 我们应该可以恭喜G2 顺利地拿下自己世界赛的 第一场胜利 这场比赛 打得有点像上一把的翻版 谁又能想到 G2打Griffin 竟然 G2卷出了这样的阵容 竟然把比赛打成这个样子 而且也基本算是一个碾压 对 在前期第一波蜘蛛帮助到的 这是凯夫斯的爸爸吧 应该是刚刚 对 这也是凯夫斯 这个在进行职业比赛的过程中 他的家人也是非常地 头号粉丝 对 非常支持他 其实我觉得凯夫斯 自己爸爸来看不会紧张 就可能习惯了吧 每场都来 习惯了 就如果是你的话 如果是我我肯定紧张了 我听你这么问我就觉得 这肯定不能来现场看的吧 但你要这么想 他天天来 尝尝来 天天来那就应该喜爱了 没关系 对 应该没啥事了 对 那其实格里芬的话 他们其实也是第一次 来到世界赛 这是他们第一场比赛 其实我觉得 还是有许多状态 需要调整一下的 因为毕竟一阵新队伍 来到这样高强度一个赛事 他们很有可能 会表现出一些不适应 这个包括其实 在咱们讨论当中 也一直在说 就S赛 这个赛程 其实对于各个赛区的队伍来说 都是梦寐以求的 但是 这种赛程 往往会 对一些新加入的队伍 有一些什么样的情况呢 就 你太过于想要去追求这个东西 那当你做到这个场上 其实压力自然而然 就会变得更大 这种压力大的情况下 其实自身的操作 包括自身的心态 都会受到一定的影响 所以咱们一直在说 可能第一次参加世界赛的队伍 往往他们的表现 没有那么好 都说新队伍只要来到了世界赛 都是另一支新的队伍 就如果你是第一次来世界赛 肯定会打得没有那么粗彩 都有点拉胯 对对对对 这种拉胯其实也是没有办法的 那这场比赛 在结束下来之后 我们也是看一下 其实双方阵容选择起来 一开始选的时候 虽然大家都没有想到 G2选这样一个阵容 但是 基本也是按双方阵容的 一个走向去走的 唯一我觉得 有一点出入的就是 他在几方选到一个前中期 可能线权是比较强 而且前期作战能力 是比较强的阵容的时候 没有拿到野区上的一些优势 我觉得这一把G2的选人 就很精髓 最后一手 这手奥恩就真的选得特别精髓 直接把他们整个阵容的基调 往后寄托了 是的 就准备了吗 对吧 还有一手就是因为 就刚刚提到 可能是要限制对面的岩区 就是如果你想来约我的塔 我也就后期还有用 然后我还可以去 限制一下你的大招 就感觉说这一把格里芬的阵容 选的还是虽然就是 跟他们在LCK赛区拿的阵容 是很基调 很相似的 但是确实是比较拼的一套阵容 因为这个阵容真的很吃节奏 如果你节奏没有起来的话 在前期没有滚到一个巨大的雪球 他们其实结束比赛能力很弱 而且说他们这个是蓝色方 他们前五楼就直接出完 对 直接告诉G2 我就是一个前期阵容 我就想要这么打 直接亮出来了 然后这时候就轮到G2想了 我要么我和你一起刚前期 我要么狗后期 他们直接选出去高恩 往后期打直接5 对 其实我觉得我顺着刚才同期的话 往下说 就这个阵容很吃节奏 换句话来说是什么 很吃他的 对吧 他的这个点对于Griffon 这场比赛选球的阵容来说 是至关重要的 同时又能说明一点什么 就Griffon 基本上来说不管换了谁 或者说调整多长时间 他们的打法 他们的思路是没变化的 对吧 这种打法思路上 一直传承下来 虽然说一直坚持 一定会有他们的熟练度 但这种坚持也太容易 让G2研究透他们的打法阵容 来了 好 紧急曲线也是一个 和上法差不多的情况 是的 一路碾压 对 所以说这也是赛前 我可能会比较看好G2的 一个原因 就是一开始就感觉到 超越一个英雄是什么 斯诺拉发条这样的英雄 他都是不玩的 他比较喜欢这些操作的英雄像什么 阿卡利亚 女刀这种 但是 你现在的版本可能不会特别的好发挥 这是本场比赛的一个highline 就是这几波 啊 这波是中路的一波大闪杀 嗯 操作了 确实看到小小的操作还是在的 看一下这个大招 大招的闪现的发条 我先假装走 哎呦 应该是应该是一个预判 对 对 这应该是预判的大招 而且因为 这边冰险也很多之类 也不敢后续再来了 然后这一波 其实我觉得还挺关键的 那这波打完之后 就G2正面的优势 就已经无限大了 这波打完 Gryphon这边也基本都已经崩掉了 嗯 八条下来直接拉那太关键了 太关键了 拉了两个 到了这边 虽然说想要来救 但无奈前期 其实经济方面 并没有什么太大优势 包括自身装备也不支持 对 而且后续Yankos这个秒表 真的是让Gryphon这边 僵住了 对 就僵住了 我杀不杀好呢 但还是选择了杀 那杀了就要被留住 是的 而且我们看下来 这一整场比赛 Parks玩的是最开心的 Parks基本在团队中 是不太需要干些什么事情的 我们会发现 其实这场比赛 G2队友的 就其余队员的AOE 伤害是非常非常高的 导致Parks每次进场就是 看起来很简单 R进去一个Q 是吧 是的 队友给的机会太好了 就这一波是最明显的 看一下 直接飞进去一个Q 然后YP这边残了 就结束 我直接拉出来就好了 这波是格里芬 接的最后一波 有机会赢了团 但是这一波团 也不能说他们接错了 因为这一波团 如果不接 就是一个慢性死亡 他们只能出来打 对 而且这一波 兵线太难受了 兵线是往自己家那边推的 他们没办法 顺便兵线直接回去 就是第一线蜘蛛也断了后路 所以他们只能反向逃跑 那所有人都被留住了 那就晚了 最后开启水银刀 直接依靠一个加速 是收掉白粉 后面这几波 其实就已经是 已经结束了 对 你走在路上被发条直接尔两个 其实我觉得格里芬 这个时候心态是有点问题的 这Gryphon 现在已经是强弩之末了 对 因为你怎么可能 能让一个发条 开起来这个团对吧 而且后面有感觉 开不死也玩开心了 因为他还是直接 从那边去绕后 绕过去了吧 对 我一直感觉 会是一个蜘蛛 我还想你一个发条 凭什么来这边 对吧 留人 那这种极大优势的情况下 确实做这种操作 我觉得也无可厚非吧 那这场比赛 还是接着刚才的话说 就Gryphon 在这种调整的思路上 或者说在这种 一如既往的坚持上 到这场比赛看下来 我们终于会发现 他的套路 一旦被摸透的情况下 我们可以细数一下 这场比赛 到底他在这边 受到了怎样的迫害 和骚扰 看一下今天这场 人气势力值情况 Gryphon这边 还是拥有超高人气的 是的 Gryphon这边 虽然说本场比赛输掉 但支持率方面 仍然是要相较于基础而言 要高一些的 势力榜最快 还是拿下了 对 也是看到 大家都在给他们加油 第一名是超位 第二名Viper 第三名Tazen 三名选手 本场比赛 感觉确实 你要硬说 他们打的有什么毛病吗 我觉得也没啥 我觉得还是太要了吧 前面几波 硬来抓奥恩 因为我记得 炎确第一次去上的时候 是二级 他当时候就熟人被抢了 然后直接过去帮忙 干客一波 没机会 然后三级之后又来了一波 对 三级之后没有抓到之后 直接上来帮忙推线 吃了一个肚层 然后又准备在那里 对 越一个塔下 对 大半血的奥恩 对 然后就在那等啊等啊 由于刚走的时候 这个时候蜘蛛刷上来了 他是一路把这个盐队下面 已经刷完了再上来的 是吧 我们看一下本场比赛的MVP 是给到了G2的中路CAP 没问题是吧 伤害打得也很高 拉满了 包括CAP本场比赛 虽然说在面对女刀 这个英雄可能在前期 是有一定的压力 包括被单杀了一次 但 并不影响CAP在本场比赛的 一个优越的表现 不管是TP下来拉大招那一波 还是说在下路高地前那一波 直接用QR拉到对方两个人 对 而且我觉得他挺自信的 他是第一件直接出的 那个暴力魔杖 对 他没有出医师的章节 就是感觉 是 还是自信 对 本场比赛确实CAP在中路 做到了他应该要做的事 那咱们还是继续关这个话题 其实Tazan这个 是真的没啥办法 因为我们想一下 Tazan从反完对方的红之后 开始来到F6 然后发现CAP往那儿 就溜了一圈 那波起才好 主要是去上了那波 大石头人被抢了 心态真的崩了 对 是的 那一波被抢掉之后 其实整体来说Tazan的 打野节奏就已经崩掉了 包括当时咱们看到 其实蜘蛛已经接近四级了 但Tazan这边只有两级 其实与其这么说 不如说Wonder这边打得好 对 就防守意识太强了 是的 各个点位应该说 本场比赛都是G2相较于Gryphon 发挥得更好 包括在战术研究上 研究得也更彻底 那我们也是 本场比赛结束之后 我们稍时休息一下 等待一下今天的第六个标译